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佳女配角需要的是低调 张云燕在那个四大名部她不就很好了吗 因为她在心里面我们完全看不到她的男人 这样就先好了吗 还是颁奖吧 好吧 最佳女配角得奖的是 原来真的 不要脸就好了 不要脸就好了 四大名部张云燕 这个角色去演一个 那个身份跟自己差不多的人是比较难的 挺难的 因为我平常不是这样的 在戏里面的人性格应该是不太可爱的那种 最后我说我要怎么演 我说我就演相思宜好了 你的意思 发不发自己那个演出来 我演了一个 国内顶级的女演员 特别美严的 你反而是要比较平常 临家女孩的感觉的 是吧 我也想美啊 但我没这条件 她太合适了 她就是个美丽 我演的是张子怡 张子怡 一定要记住 高尔老师知道原地怀孕的后期就给她点育儿经验 她需要的话 没有 四千高尔老师最近打了阳摊素了 这是可以说的吗 可以 对她说了 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请教的问题 看到高尔老师阳摊素针打了有什么效果吗 精神算了吗 那不是因为那个 关注圈教主 娱乐可以有温度